最后一圈是柳车铭最悲屈的一场比赛 而且这还是四连一次的安徽赛场上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饼旁 我们将来开场柳车铭和高里哲的比赛 就是080安徽的南南第三轮 柳车铭本次比赛是总之选手 前两轮比赛因为轮空了 这也是他的第一场单打 视频中绿四一幅的城市高里哲 他是来自中国香港队的 高里哲台是040安徽的南爽亚军 当时是搭档的李靖 世俗给了马林成奇组合 高里哲先是第一局9比7领先 感觉主距的柳车铭是有点不适应对手的这个打法 高里哲隐是1比7先拿下了第一局 柳车铭他是上一届的安徽南南冠军 当时是4比2战胜王号获得的 今天高里哲的罚球也是很有特点 他的隐蔽性很强投了很多长球 高里哲他设置帮两面反降 他的防守基本上都是以推荡为主 很打的话都是第一棒的上手 高里哲这球是摆了一个高阵的正手短 有球铭有点碰到不出来导致最后的失误 高里哲是以西一比8拿下了第二局 现在是局分2比0领先 今天高里哲也是盯住了柳车铭的正手位 而且他的草丑隐蔽性很强 老致柳车铭的步伐的时候没有跟上 这个时候高里哲是投了一个正手长球 下马就推了一个防守大将 作为一个进攻型的打扁直法 柳车铭的打法位置主要是前上班的抢攻 高里哲这球是有点狂到的柳车铭 高里哲一个连续的中台进攻拿下了这一分 他的上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球比较黏 高里哲先是第三局8比6领先 比赛的节奏还是被他掌握住了 刚刚那球高里哲是正手借力打力 打得比较强 他们并没有合流成品品种力量 高里哲是以7比6拿下了第三局 现在是局分3比0领先 对于这场比赛里面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 柳车铭一个连续的推打拿下了这一分 因为柳车铭的球排中弹性比较大 虽然他有推打是很有进攻性的 高里哲一个非常漂亮的简单 哲先拿下了这一分 第四局的柳球米创造有个明显的回升 现在是拿到了8比4的领先 现在高里哲还是控住了柳车铭的正手段 还有防守长两个位置 导致柳车铭的正手段能发挥出来 柳车铭也是1比4拿下了第四局 不过在局分上还是1比3落后 因为高里哲他是抓手折牌的 虽然他的这种进攻线路还是让柳车铭有点不习惯 今天高里哲这些玩球跳打用的很多 而且都是顶住了柳车铭的防守大将 学着对手的回球出界 有成名以11比5再绑一局 不过局分他是2比3落后一局 柳车铭发出投了一个正手长球 不过高里哲反应很快被打了回来 今天高里哲的张位是比较靠近台的 高里哲前面是打了两轮难打比赛的 虽然他的状态是要比柳车铭好一些 高里哲现在是想通过落影剧的落龙柳车铭 并不合柳车铭品种实力的硬碰硬 柳车铭先是9比5领先 已经摆脱了比赛前面段的低迷状态 柳车铭的这两个节跑球是有些冒高了 给高里哲的这首想功创造了机会 柳车铭4比5拿到了第6局的局点 看看高里哲的这个防守有什么变化 发了一个中间位的半球抬球 然后再配合下板的抢攻直线 高里哲在第6局是以西比神难道的赛点 最后是高里哲以大比分4比2战胜能有成命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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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